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HuO道 現在我們要出發 前往南部 那等等我們就目的地見囉 水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危險了吧 不怪 總算到了 該找個停車場了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HuO道 我現在來到台南大園擺這裡 喔 好險國道上面有休息站 這種好東西可以讓我們休息啊 不然我從汐止開車過來 一路開了4個多小時才到這裡 好远喔 今天为什么会来台南呢 是因为之前我有看到 桐生他有介绍一间 还不错的牛肉餐厅 虽然说他介绍的店不在这里 但是我今天直接杀来 总店开箱给各位看 好不好 那我们就进去吃起来吧 好 好啊 麻煩你了 湯頭的部分我們倒是水做鴛鴦鍋 那有一邊這邊的老火湯一定是固定湯底 好好 我想要麻辣的 這個可以選大辣嗎 大辣嗎 好麻煩你 菜的部分可以先使用 喔好的 布置的部分會先幫你家的 喔喔喔 OK啊各位 今天我們難得來南部這邊用餐 我就直接跟他點了最高價的套餐 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 這個套餐要726元 他應該還會再加一層服務費啦 那我們來看看他這邊自助吧長什麼樣子吧 哥哥 是說沒有想到說 它基本盤的肉就這麼多了 然後它有附什麼手捲 泡谷跟骰子牛吧 整體還蠻濃郁的 再喝喝看這個麻辣湯吧 這兩種湯頭的藥膳味都很濃郁耶 那來算一下第一盤肉吧 剛剛店員介紹是說 這個義式酥肥肌啊 它本身就是熟的肉了 啊老樣子 今天吃火鍋一邊一鍋啊 兩種鍋都要煮 連這種雞肉都可以輸肥耶 整體是非常的滑嫩 不會乾柴耶 這是好吃的雞肉耶 再吃吃看 用麻辣鍋煮出來的雞肉吧 我覺得這兩鍋在煮雞肉表現 它這一個蒙古鍋煮出來的味道 更覺得可以襯托出雞肉的味道哦 然後反而是這個麻辣鍋 它完完整整的搶掉雞肉的風采耶 哇 接下來試一下國產梅花豬吧 哇 先來吃吃看 清湯蒜出來的肉吧 這次用豬肉來算的話 我覺得 反而它蒙古湯的表現很一般般耶 那再吃吃看麻辣鍋煮出來的肉 這是如何 各位啊 這次用麻辣鍋煮出來的豬肉片表現 我覺得比它蒙古高湯好很多耶 看來今天這兩鍋湯都很有戲了哦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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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河牛 這是 艾虎河牛 喔 怎麼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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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z 是喔 對 喔喔喔喔 這個鍋章就退場了 對,對,對,好厲害 對,對,對,我幫你做個炙燒 很費工耶 對,對,對,對 ,對,對 ,對 ,對 我第一次吃到這麼高檔的和牛 因為大家如果有在吃牛的話 你們也知道說美國牛有分 那今天來吃吃看 A5和牛初體驗吧 這和牛咬下去它爆出滿滿的脂肪 好油好香喔 Oh my god這個香味 趕快配一口洋蔥 很油但是很好吃耶 肥滋滋的和牛在經過灰雞的烘烤之下 它在我舌頭上活了過來 我突然覺得我現在吃這些肉糖 還會不會有感覺啊 我再吃吃看五花豬吧 整體豬肉它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但是說它這個湯頭的味道夠重 它讓豬肉吸附了滿滿的藥膻味 我覺得這樣子搭配很好吃耶 至於順到這種牛肉啊 我都喜歡讓它帶有微紅的感覺 大概就是七分熟吧 很香 这是沙朗牛味算到带有微红的感觉 你再试试看这样好吃吗 一但让其他吃干净 嗯 嗯 OK啦 這次板劍牛只算五分熟了 希望說他吃起來口感會好一點 給我們看一下 粉嫩粉嫩的板劍牛 咬起來非常的軟嫩 而且本身牛肉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所以他西部的這個湯汁 滿滿的香氣送到你口中 接下來終於到了美國牛部分了 吼吼吼吼 肥滋滋的培根牛 看起來就很舒服啊 一樣吃吃看只算到七分熟的培根牛 吃吃看 沒有想到這邊遇到觀眾耶 沒有 欸各位啊 這個美國培根牛啊 它的脂肪的香氣非常的濃厚啊 它就是 十分的刻意擋在你味覺面前 要告訴你 我就是很油的培根牛啊 這個美國牛讓我越吃越有信心耶 接下來吃吃看五分熟的美國雙醬牛吧 結果美國雙醬牛口感 大概只比澳洲雙醬牛好這麼一點點而已 吃看五分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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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OK啦 這個板劍牛會是給它涮到五分手而已 我覺得美國板劍牛它的口感跟澳洲牛差不多 都十分的軟嫩 但是說美國牛它跟澳洲牛最大不同的地方是 它本身就自己有它特殊的香味 這個部分如果說好或壞話 主要就是看你自己喜好的差異 那最後終於要來到今天的最主要部分了 和牛吃到飽的招牌和牛 各位啊這個和牛大概算了五秒鐘馬上就把它撈起來了 希望说这样子可以保留它最好吃的口感 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吃起来的口感跟上次我去 那我们基本肉片都已经算完了 我们就来吃一下它刚刚附的这些手卷泡芙 还有骰子牛吧 上面有满满的葱花还有和牛跟小黄瓜 整体吃起来吃不到和牛的口感 反而都是高丽菜丝还有美乃滋味道而已 再吃吃看骰子牛 然后最后这个是他们主打的和牛泡芙 泡姜和牛泡芙 这个好吃耶 它把和牛打碎变成绞肉 这样子整体吃下去口感比刚刚的原肉片 OK啊各位我再看一下要点什么肉好了 我们等等 干脆都点板贱牛好了 因为你们都知道就是这种和牛就是 哦谢谢你 上面的是牛奥的 谢谢啦 OK啊各位 我刚刚去跟他点的美国还有澳洲牛的板贱肉片 各把盘了 和牛肉片 3000红群 每cle都没有 是 鸡肠 白鸡 鸡肠 很大 超 一 是时候决一胜负了 各位啊,我大致上心里已经有个底了 你们觉得澳洲牛跟美国牛谁会比较好吃呢? 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吧 那美国牛的部分,它吃起来就是富含的油脂的口感十分的软嫩 但是说它本身肉片有一种它自己美国牛才有的味道 可是澳洲牛最大的优点就是说 它口感虽然没有到这么的软嫩 可是它是软嫩中却不带任何的肉味啊 这两者我觉得它都不分千秋啊 都有它的优点 来吧,全部下下去吧 我会现在说奥尔米或许客 就可以用来做一碗 你如果不是,我们是在头在哪里 我有一台干我们的嘴巴 现在只能够聂合盘 你忘记得看到 就这个温暖的哦 你忘记用了 我我们在这个叩暖的 你忘记得看到 你忘记得不过 说的嘛 你忘记得不安 你忘记得不得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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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謝謝你 各位啊 我這種算肉片的方式你們不要學啊 我是因為趕時間才這樣算 如果是你們平常休閒吃的話 就是慢慢吃就好了 一次算一整碗的牛肉 我們今天就把肉當飯吃吧 然後我剛剛有拿一碗沾醬 豆乳醬 然後我剛剛有拿一碗沾醬 我們很不滿意 我們很不滿意 如果是你的臭剪 都會拿一碗沖蓋 我們要把肉吃給的 可以煮的 馬鹿 öd d 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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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ㄛ ㄛ ㄛ 40 ㄛ mira ㄛ起來 OK啦吃完澳洲牛 那接下来 剩下的美国牛 我们一盘一盘的蒜就好了 我把这肉片煮到五分熟而已啊 各位啊 肉片煮到五分熟的肉质固然软嫩啊 可是整体来说 它美国牛味道会更加的明显 我是打算等等把这一盘菜盘吃掉之后 我们就去吃甜点了 OK啦各位 我刚刚去拿它现场的所有冰品啊 然后冰淇淋它有香草 还有哈密瓜口味的冰淇淋啊 我是想说先吃吃看哈密瓜看看好了 这个好吃耶 整体来说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我刚刚肚子的那些油腻感觉 好像都消失了耶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0号了 我觉得今天这种天气很适合吃冰的 那接着我们来吃榴莲冰棒吧 嗯 接下来吃吃看摩卡口味的雪糕 这个巧克力脆皮咬下去之后 里面是充满的满满的摩卡咖啡香味 最后再来吃吃看香草口味的吧 等未来疫情过后啊 有去泰国玩的看到这个可以吃吃看吗 诶整体品质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耶 吃完这些冰之后我觉得我刚刚肚子油腻感全都消失了耶 我再去看看能不能点一些和牛泡芙来吃好了 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有特色的泡芙啊 OK啦各位 我刚刚点的和牛泡芙来了 而且一次就让我点了三颗 变家人真好了 然后我刚刚又去煮了他现场那边提供的红豆汤圆 我来一边吃了 他又是一个冰箱 那我带了一个冰箱 这里面是在冰箱上面 嘛 我就会把一面干净 我把一面干净 我没有想到这边竟然还有红豆汤圆呢 和牛泡芙 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泡芙是非常肥的组合 里面是包着汉堡肉 还有一块奶油 跟蜂蜜芥末酱 整个就是非常肥的组合 但是越肥我越爱了 这种还是热的和牛泡芙吃起来就是很好吃 吃完了啦 那最后我们就会用红豆汤圆来结束这回合吧 不过它这个小汤圆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竟然有包芝麻这里面 那我们来说说今天吃鑽和牛的想法好了 今天吃这个火锅它总共提供了十种肉片给我们吃 但是今天它这些肉里面 我只有觉得它的舒肥鸡 还有五花猪整体来说是无可挑剔的 至于其他牛肉的部分啊 吃没多少就会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这现场的每样肉类 还有它周遭的点心都吃过一遍 我觉得你都吃过一遍就很值回票价了 整体来说它的蔬菜区对我来说就是 虾土豆频道是一个无肉不欢的频道 所以那些蔬菜和火锅料对我来说就是 那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啰 我们下个影片见啰 拜拜